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七三十八节 于是对门徒说 要收的庄稼多 做工的人少 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 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在三十五到三十八节 讲到耶稣走遍各城各乡 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 因为他们困苦流离 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 怜悯可以翻译成连续 动了磁心 在信约中常常用来表达 耶稣对人的感情 困苦是疲倦烦恼的意思 而流离是被遗弃的意思 所以耶稣看见这许许多多的人 他们是疲倦烦恼穷途潦倒的人 每次当我们走出去就会看见许多人 是否我们的眼睛看见他们是困苦流离 如羊没有牧人呢 是否我们也像耶稣一样 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呢 接着耶稣对门徒说 要收的庄稼多 做工的人少 所以我们当求庄稼的主 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耶稣指出了历代以来的事实 庄稼多 工人少 特别在一个安逸舒适的时代 这个现象更是明显 北美这些年来 好多个知名的神学院 比如进行会金门神学院 富了神学院等等 都面临学生人数减少 带来的财务压力 以至于必须出售现有校舍 搬迁到郊区较便宜的地方 这就反映出年轻人 奉献座传道的比例 是在下降的现象 在这种光景之下 工人如何能兴起呢 因此主耶稣要我们祷告 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 出去收他的庄稼 我们在祷告中 常常求主兴起下一代年轻的工人 不仅是北美 更是求主在世界各地 兴起他的工人 所以我们的祷告何等重要 当我们的祷告 基存在主面前 事后到了主要兴起大批的工人 到世界各地收割他的庄稼 那末世的大丰收 要来到 福音传到万民中 主就要再来了